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今屆美國大選的選後爭議 可以說是越演越烈 本來大家都預期 這個爭議 可以在聯邦最高法院得到終極的有效解決 但是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 這壇事 分分鐘就會演化成為美國內戰 在今天 號稱美國最大民兵組織的首席者 Oath Keepers 他們宣布 如果民主黨的總統參選人拜登 在2021年1月20日宣誓就職 他們將會拒絕承認拜登已經成為了新的美國總統 而他們還強調 美國最少有一半的人口 都不會承認拜登當選的合法性 所以他們將會連結起來 好像美國的開國緣分一樣 來反抗拜登 現在民兵組織 就已經打開口牌了 所以 就算給拜登 勉強來搶到大衛 他未來的四年都一定是不好過的 未曾上台就已經成為了一個 壁腳鴨的弱勢人士 到底這個首席者 是一個什麼背景的組織 原來他們是屬於保守派的武裝組織 最少有著三萬五千名成員 由什麼人來組織呢 主要是由現役和退役軍人 警察 以及急救人員組織 他們對於美國憲法推崇備致 而且還說到 說會承諾依據美國憲法第六條的規定 履行所有軍人和警察的誓言 就是捍衛憲法 抵禦一切外國和國內的敵人 留意他說國內的敵人 很明顯就是指拜登 守勢者的創辦人羅茲就跟記者說 說他們的組織是不會承認這次大選的合法性 所以 無論拜登說什麼都好 他們都會視為是沒有任何效力或者作用 而拜登所簽署的任何法律 他們都不會承認是合法的 羅茲還說他們會效法美國那些開國先言所做的 抵制拜登簽署的違憲命令 最終使得這些違憲命令得到廢除 到底羅茲又何許人來呢 他絕非一個等閒之輩 也不是什麼粗魯之人 反而 他是一個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 他畢業於耶魯大學的法學院 還曾經是擔任過共和黨籍的眾議院前議長來恩的幕僚 可見他就並非是妄狀之輩 好了 他就說明是不會服從任何違憲的命令 比如解除美國人民的武裝 進行無證據的搜查 或者 將美國人 當作是敵方戰鬥人員來拘留 以及就是侵犯他們固有的陪審團的審判權 由此可見 民主黨他們不斷地 要求剝奪某一些州 裡面的槍械擁有權 很明顯也是激怒了這個 守勢者的民兵組織 無疑是叫他們收皮 因為民主黨 不知為何他們很恐懼在某些州擁有槍械 但是明明這個槍權 其實就是美國 開國的先言 確立起來的一個權利 當然這個槍權就有他的深層意義 可能在外人看來就會 聯想到什麼校園槍擊案 但是那些顯然 就是個別事件是特例 不是說經常發生的事情 這個槍權無疑就是對於 現有政權的一個制衡力量 當這個力量出現了一些特變 或者是變成了侵害人民權利的時候 這一幫人 正正有一個武裝力量 是可以把情況撥亂反正 就可以挽救國家 走回正軌 如果是槍權都被取締的時候 肯定就做鬼都不靈 只能夠任由政權來去宰割 民主黨為什麼要這麼熱衷於取締槍權 是不是想剝奪人民對抗暴政的權利 當然就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 好了 面對著這場美國史上最骯髒的大選 民兵組織首勢者就說 最少有一半的美國民眾都不會服 如果這個民兵組織首勢者 真是搞起東西上來的時候 拜登陣營到底是能夠動員到什麼力量去進行對抗呢 其實數來數去 都數不到什麼武裝力量去撐拜登 比如說美軍撕算 美軍就要聽從總統的命令 到現在為止 特朗普仍然是美國總統 又是三軍總司令 而且特朗普在軍隊裡面聲望都非常高 因為他對於軍人展現出一種人民的關懷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美軍會倒戈的機會就是極微 更何況就是 之前有些消息傳出 美軍在德國執行任務 進去CIA的基地拿了一些電腦伺服器 這些就正正是由美軍來操作 所以 特朗普對於美軍的控制權 是牢牢掌握著的 就不會說出現什麼賭過的情況 拜登是可以操控到什麼武裝力量 充其量 都是說什麼Black Lives Matter的 主腦去撐他 又或者是反法西斯組織Antifa去撐他 問題就是 這群人只不過是拉雜城軍 散兵游泳 他們難以和 守勢者組織匹敵 一例這群人根本上 沒有接受過什麼的精密軍事訓練 二例 這群人的組織 其實就是由利益主導 大家都看到 今年席卷全美國的示威活動 到最後就變成了打紮搶 變成了走進那些 店鋪打劫 是有這些人存在 那這群人 他們所 捍衛的就是 自己的利益 這些就是屬於 利益層面的東西 但是這個守勢者組織 就說他們要承諾 捍衛美國憲法 這些完全就是 屬於精神層面的東西 他們的組織不是說要 打劫 不是說要去搶錢 分錢 共產 不是搞這些東西 是捍衛美國憲法 是一個 非常之崇高的理念 而且這群人 你只看那個組織架構 就知道是一支准軍事部隊 現役和退役的軍人 警察 這些根本上就受過一些 專業的槍械訓練 這個是必然的 而且還找一些急救人員加入 如果說形勢真的是急轉正下 要依靠武裝力量來解決問題 兩邊真是打起來的時候 拜登那邊就肯定是比下去的 當然現在拜登有一個很強烈的優勢 就是得到了主流媒體 以及社交平台的力撐 九成的主流媒體都是停登的 而這些社交平台 凡是多人用的 都是偏頗拜登偏幫到出面 問題就是 這堆這樣的東西 一旦是不幸地捲入了武裝衝突的時候 其實都是不堪一擊的 是什麼呢 他關了你的印刷廠 關了你的電腦伺服器 或者是關了你的發射站 根本上就已經玩完了 所以這些民兵組織 三不五時地走出來 說要反抗拜登 其實對於拜登陣營來說 是構成了一個非常之嚴重的威脅 因為一說到那些武裝衝突 拜登陣營方面 他是完全沒有優勢的 而且他現在聲稱自己是總統當選人 他一天未登上到大位 他都不能夠統領得到美軍 所以 單憑他現在這個狀態 很難跟這些什麼 很多守勢者的人鬥 而這個守勢者 就搬出了捍衛憲法 作為一個至高無上的號召 某程度上 其實都是跟特朗普 宣稱這個大選是違憲 是不謀而合的 因為他們同樣都是在捍衛 美國的憲法 捍衛美國的民主制度 所以他們就是合了嘴刑 合了河車 好了 至於拜登方面 如果他真是 好努力地繼續堅持他的什麼交接工作 又一時又宣稱自己已經是當選了美國總統 他的所作所為 只會使到美國現在的局勢激化下去 對他本人來說都沒有好處 難怪為什麼Facebook 會將拜登降格 本來就安了一個銜頭給他 說是總統當選人 現在就變成了總統參選人 是低了 降了一堆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是要緩和局勢 一旦真是由這些什麼 守勢者出來搞事的時候 他們是抵禦不了的 好了最後就想說一下 特朗普又再繼續執行他的撤軍決定 他就曾經說過一句說話 就說不希望再有美國的軍人 在一些連名都說不出的山卡拉地方 白白犧牲 特朗普事實上就是 說得出做得到 現在他又再執行撤軍的決定 代理國防部長米勒就宣佈 說在明年1月15日 美國將會從阿富汗撤走2000名的軍人 從伊拉克撤走500名的軍人 使得這兩個地方 只剩下2500人 所以真是難怪 為什麼那些美軍以及他們的家屬 會這麼支持特朗普 因為在特朗普的眼中 美軍的首要目標 就不是說周圍在一些 戰場那裏住宅 而是要捍衛美國的安全和利益 這個也是跟他所提出的 美國優先的理念 是一致的 而且特朗普也是 非常善於用非軍事手段 去解決問題 故此他曾經 派遣過蓬佩奧去到卡塔爾那處 找到阿富汗 找到亞蓋達一起出席 使得他們進行和談 如果他們和談成功的話 不需要再派駐那麼多的軍隊 去住宅阿富汗 就可以撤走 對於軍人也好 對於家屬也好 所以 特朗普在處理這些問題上 其實就是做得很好的 加零一 不是說要發動什麼戰爭 在他任內是沒有發動過任何一場戰爭 所以那些左膠 最多都是只能夠抹黑特朗普 就說他看不起女性 又或者是種族主義者 又或者是獨裁者 就不能夠安一頂 好戰的帽給特朗普 因為他事實上 並不好戰 但是 那些民兵組織的思想是怎麼想 也是特朗普控制不了的 這節先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